大家晚安 今天是我們這學期第一次上課 我們叫做認識星空 最近的環境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為了大家的安全 我就盡量戴口罩 本班還有至少兩位同學 目前可能還在大陸 還沒辦法出來 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在過去以往上課 我都會加攝影機錄影 然後其實我會傳上YouTube 但是當然大陸那邊 可能要看YouTube要翻牆 有點麻煩 所以我可能現在還要在考慮 到時候把這個影片上傳到優酷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如果各位有比較建議好的 大陸哪一個平台瑜伽好的跟我講一下 好來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王穎聰 其實我過去是明傳的專職的行政 然後兼講師 那其實我的本行是交電 但是呢 天文的東西 是我唸完碩士以後 其實已經進來明傳工作之後 我才開始接觸天文 但是我接觸天文之後 後來就是 其實我以前是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義務解說員 然後有一個機會之下 就是我可以上到高山上去 然後我就為了那個 那一次上去高山 我想說要解說什麼東西啊 我第一次上荷環山 我不知道該要解說什麼東西 那我就後來就是 花了三天 我只花三天 晚上 把當天晚上可以認識的行星 全部把它背下來 然後就上去講 結果上去講之後 欸 效果感覺大家反應還不錯 結果後來你知道嗎 太魯閣國家公園呢 後來每次就是說 只要有過夜的 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要過夜的活動 可能就會找我去講星相 那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到時候 比如說有要住飯店啊 住什麼 我也是跟著就住進去 就還蠻有趣的 但是後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我那一次的解說效果 大家反應還不錯 後來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看了很多的資料 甚至我也會去聽很多的演講 然後後來整理到很多資料之後 甚至為了要證明我 甚至後來為了證明我自己的能力 我就去參加那個天文館的 考試 天文館的考試是要針對全台灣的 對天文有興趣都可以去考試 然後我就去考 後來有一年被我考到第一名 我想說 嗯 這樣子 至少我來跟各位講課 各位會覺得說 你不是本科系的 你居然怎麼可以講這些東西 但是呢 我也是希望帶領各位 因為我知道了 我們明傳大學裡面 沒有物理科系 又是文法上居多的 大家來聽這個天文的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聽到 這會不會很枯燥 但是呢 我希望用這門課 用帶領各位 是用解說的角度去看 而且呢 現在目前在全台灣裡頭 會天文的人口不算多 如果各位有心的話 你可以趕快把這個天文學起來 有什麼好處呢 跟各位說 我前兩個禮拜 才從武林 不是武漢 是從武林回來 才從武林 武林農場 有人有去過嗎 有去過嗎 武林農場在前兩個禮拜 是櫻花開始盛開的時候 我去那個飯店 它裡面有一個飯店 叫做武林附野度假村 算是蠻高檔的一個飯店 我去那個飯店講形象 那個飯店就會提供我 可以外帶一個人 在那個飯店 那幾天的持住免費 白天我要去哪裡玩都可以 晚上只要我在這個飯店裡頭 講一小時的形象 通常是半小時室內 然後再帶到戶外 直接認星星 講星星 然後給大家認識 辦那個 這樣子總共一個小時 等於說 我在武林附野的那幾天 都是持住免費 那甚至呢 在那邊講一小時 還有一小時的終點費 所以 其實我說我原本 原本是民傳的專任 專任的那個行政人員 就是那時候在電腦中心 就是資網處 然後另外有監客而已 那但是呢 你說如果說臨時要那麼抽那麼多天 在那個飯店講星象 那是很困難的事情 大概沒有這個機會 甚至我後來離職之後 也有人找我去阿里山賓館 阿里山賓館更遠了 然後要到嘉義那邊去 而且他那時候規定 一次去講 通常要講七個晚上以上的時間 結果那個之前 那個有人就很早就找我了 可是我那時候還在學校 沒辦法 後來其實我後來有離職 離職之後 因為我現在大多數是 在其他地方教寫程式 在很多地方在教寫程式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自己很彈性的安排時間 我就可以到阿里山賓館 講個一個禮拜 然後白天時間我可以去爬爬山 到處走 所以我現在目前知道很多阿里山的很多秘境 所以有興趣喔 要去哪裡玩的話 到時候我也可以帶各位去玩 好 這個廢話不多說 我只想跟各位講說 天文這個東西 你不要認為說 好像跟各位現在的專業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我只是來聽聽 這個課應該是很好過的 但是請各位注意 這個課真的不好過 先跟各位講 過去我常 我有幾次學期的紀錄 是會當掉五分之二的 但是五分之二不是說我固定要當五分之二 而是有些人後來到最後就是 可能該做的沒有做 其實我們這個課要通過很輕鬆 只要課堂當中 其實有時候我會問一些問題 而且是開放性的問題 你們如果有回答 我會做加分 好 那平常回去沒有什麼特別作業 但是我會在Moodle上出幾個測驗的東西 那都是選擇題 你要在作答的時候也可以問同學 你也可以上網查資料 都可以 我大多數都是出我上課有講的東西 那我都有錄影 錄影我會放上網 所以你們到時候要做那些測驗 當平時成績要 你只要把這個測驗打開來之後 你甚至旁邊再開一個影片 你就從頭慢慢看 你可以先把題目瀏覽一遍 有哪些題目 然後你就在邊看影片的時候 講到這個 做檔是什麼答案 打上去 基本上平時測驗 你要得到滿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很多同學 基本上得不到滿分 甚至每次做都只有五十幾分 為什麼 因為覺得我在看影片有什麼意思 不想看 就自己做到 常常做到的結果就是那個 好 所以我建議各位 我重點 其實我上這門課 也不是說 一定要各位 一定要把我今天所講的東西 全部都背下來 OK 但是我希望各位 各位就是說 在這門課當中 希望就是 上課 有一點上課的 至少要有上課的態度 然後既然選了這個認識星空的課程 對於認識星空你付出多少態度 你可能就至少有多少分 而且基本上呢 我跟各位講 通常每次學習結束 一個班當中 大概有十位至少是滿分一百分的 就因為一直加分一直加二 就是課堂當中互動 問個問題能夠回答 那就是一直加分一直加分 加多少分呢 總成績兩分 一次問題加總成績兩分 可以嗎 那加分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到時候我會再慢慢講 今天先講一下 今天主要是先跟各位聊 不會講到政客 但是理論知識會講一點點 然後今天的講的 你會覺得 講起來有點枯燥 但是之後的不會這麼枯燥 之後會有很多的故事 在課堂當中 我會講很多的故事 而且這些故事 是我在一些飯店講了之後 大家普遍 大家覺得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互動的效果非常的好的 那些故事 或一些典故 我通常不太會去講那個什麼 希臘神話故事 羅馬神話故事 我通常不講這個 我會講一些跟中國歷史有關 發生了 或者仰觀天象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地面 相對有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 讓各位可以知道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今天是第一堂課 那甚至還在加退選期間 有些人可能也要考慮 覺得今天聽的課 會不會覺得太硬了 我也希望今天第一堂課 讓各位覺得好像很硬的樣子 那想退的趕快退 好 因為我希望說人不要太多 真的是有興趣的 最重要 好 在學期當中 我的畫面拉太大了 我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字太大了 看不見了 好 來 重新 好 在學期 當然有些天象 就看各位怎麼仔細去看 其實不只這些天象 有些天象 當那天晚上如果有發生的時候 我們 而且天氣如果今天天氣不好 今天我們天文來講 不是說下雨 不下雨 就是天氣好 不是喔 一定是要白天是可以看得到影子的 也就是幾乎沒什麼雲的 OK 但是呢 有時候你會在天上看到一個亮點在移動的 那就是可能的人造衛星 到時候也會跟各位說 那我們就可能帶出去看 好 那這些 這個是至少 比較明確的固定的東西 先跟各位講 發生哪些事情 第一個 水星西大距 馬上就來一個什麼名詞 西大距 東大距 這些是什麼東西 距 當然就是距離 那大距 就是距離最大的時候 那有一個叫東 有一個叫西 是什麼意思 好 等一下 這個換了這個新的電腦桌 看一下怎麼 怎麼把它 那個 好 先把電動幕收起來一下 然後 我先 投影到最後一頁 最外面 好 來 我畫給各位看 好 這已經開始有理論的東西了 好 跟各位講一下 來 來 我們都知道呢 我們地球 在外面 太陽在中間 這裡面是不是還會有兩個 我們舉一個就好了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還沒有 這裡沒有顏色 今天好像沒有 等一下我再找找看 我袋子裡面還有沒有 我用這個 假設這是金星 它是不是在裡面運轉 可是呢 我們地球 在看內行星 就在裡面的行星呢 基本上因為它很接近太陽 就我們的視線看過去 它很接近太陽 所以太陽太亮了 我們看不太到這幾顆星星 我們什麼時候適合看它呢 我們希望說 它 我們看過去的視角當中 它距離越遠越好 那太陽下山的時候 太陽下到地平面的時候 那地平 我們的地平面 會把太陽給遮住 那天上的行星就會看得到 OK 所以呢 什麼時候是最大的呢 來我這樣 我開放性的一個問題 我問各位 這顆行星在裡面走 我們什麼時候看它 這顆行星會距離太陽最遠 在哪一種數學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人覺得想要了解 回答錯誤不會扣分 但是回答正確 我就說我會加總成績兩分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什麼時候我們往太陽的方向看 太陽跟內行星 是會距離比較遠的時候 在哪一種情況之下 會比較遠 有沒有人要講講看 有沒有人要講 有沒有人要講 感覺太難了 還是會認為我設下了什麼陷阱 讓各位會猜錯 不會啦 我看一下我還有沒有其他的筆 我這邊有帶一紫紅色 我再畫一次給各位看 我可能畫得太淺了 有些人看不清楚 我再畫清楚一點 我只要拿金星 水星也是同樣的例子 我拿金星來做 中間是太陽 然後呢 最外圍 是地球 中間有一圈 是金星 請問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圓來看 這是裡面的圓 這是外面的圓 這是地球 我們地球在哪個 假設我們都先當作地球不動 地球就在這個位置 太陽在這個位置 那今天金星在裡面走 你覺得金星走到哪個節骨眼上 是我們視野當中 它距離最遠的 有沒有人要講 好來 不錯 有人 來 垂直 垂直 怎麼樣的垂直 您要不要嘗試 來畫畫看 來簡單的讓你畫一下 要不要試試看 來這邊 好 因為有時候當然啦 用口頭描述 不容易描述 我們弄畫的可能比較快 來 你是說這樣子 然後這裡是垂直的 好 來 謝謝你 但是答案不對 來有沒有人 再來嘗試看看 好 來 12點鐘方向 12點鐘方向 是這裡嗎 上面這裡 畫在這裡 但是不對 那一定是重疊啦 對不對 重疊我們看過去 它重疊了 重疊我們怎麼看得到金星呢 看不到 來還有沒有人 再試試看 好 因為我有時候 問一些開放的問題 是讓各位能夠動動腦筋 好 因為這個 聽聞的這個東西是希望 來 來試 來你說說看 垂直在 垂直在那個紅線上面 你要不要來試著畫畫看 好 小心啊 我這邊有攝影機 好 不錯 答對了 那個什麼 答對有加分的 我一律都是在下課 中間下課 或者是整個 我們今天的兩小時 課程完之後 然後再來跟我登記你的 學號的姓名 還有 你是在哪個點加分的 要清楚 跟我記著 來 圓外一點 好 等於說到這個圓的切線 圓外的一點到這個圓上的切線 這個點 不錯 切線這個點就是垂直的 而且這個角度就是最大的 這樣理解意思嗎 因為你想想看 你現在是切線嘛 是正好切到這個圓 你有沒有看到 在其他的點上 絕對這個夾角不會比較大 我們在天上看到那太陽跟星星的兩個這個距離 就不會那麼大 這樣理解意思嗎 可以嗎 那這個夾角最大的情況 它就叫做大距 它就叫做大距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再來喔 我先問各位 今天我們看台灣 台灣 假設這樣子一個圖 對不起 畫的沒有 非常好 我們看台灣地圖的時候 請問這邊是北方 這邊是南方 請問這邊是 東方 如果只有那種四選一的答案 就不要舉手了 因為東南西北只有四個答案 這個就不會有加分了 通常是比較開放的問題 這邊是東方 這邊是西方 對不對 但是在天上 在天上 我們看天上的話 基本上 這邊 假設這邊是北邊 這邊是南邊 那這邊就是西邊 這邊是東邊 東西要相反 為什麼呢 來 我先請各位看 假設我 我現在我是在看 你們是地圖 你們是地圖 各位就假想一個台灣 對你們來講是相反的 這邊是一個台灣在這 那台灣在這的話 這邊是東方 可以嗎 這邊是東方 這邊是西方 可是呢 我看地圖 是我從天上看地圖 可是你們看星星 是從地面往天上看 好 對我來講 我現在我是從天上看地圖 這邊是東邊 那對於你們呢 你們是哪一方 這邊對過去 你們這邊也是東方 對我來講 這邊是西方 對過去 你們這邊就是西方 所以你們現在看天上 這邊是不是西方 這邊是不是東方 理解意思吧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是西方 這個地方是東方 所以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就叫做西大巨 那這個點呢 這邊切線這個點 這一點就叫做東大巨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但再來喔 問題又來了 我現在再拿這個板插 好 板插黑色的 來 板插黑色的上面 這樣子好像有一個人站在那 但是我這樣不好拿 各位就想這是地平面 然後這是上面 底下是地殼 現在是地球這樣子喔 地球 直接看太陽的時候 是不是中午12點 有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地球是逆時針轉的 地球是逆時針轉 從北極星的方向看來 地球是逆時針轉 是這樣子轉的 可以嗎 好來慢慢看喔 我這樣子喔 慢慢轉 逆時針慢慢轉 慢慢轉 慢慢轉 欸 到這裡 太陽已經在地平面了 是幹嘛 太陽要西下了 要從西邊落下了 可以嗎 落下來 到這裡 已經 太陽已經落到地平面下 太陽已經落到地平面下了 天上的星星 才看得到 所以 東大聚 是在太陽快落下的 東邊還是西邊天空 因為這邊太陽 是從西邊快落下了 這邊是西邊 所以 這個金星 是在西邊天空 可以看得到 然後再來看喔 我再慢慢轉喔 轉轉轉轉 這樣到午夜了 再繼續轉 轉轉轉轉轉 現在太陽還沒升起來喔 我轉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西大聚的星星已經 從東方地平升上來了 太陽還沒升上來 所以我看得到它 然後等到再轉轉轉轉 欸 太陽從東方地平升起了 這個星星又看不到了 因為太陽太亮了 這樣理解意思嗎 所以 來做一個小小整理 當然 剛才 一下子 第一次聽 你可能會聽不懂 沒關係 影音檔 你們回去一直重複看一下 去理解一下 所以我現在做個整理 所謂的東大聚 所謂的東大聚 就是在傍晚的西方天空 太陽落下之後 你在西方天空看得到 東大聚是在傍晚太陽落下後的西方天空 看得到它 西大聚是 清晨的時候太陽還沒升上來的東方天空 看得到它 這樣理解意思嗎 可以嗎 好 這個回去 稍微再重複看一看 各位會比較清楚 好 所以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呢 我跟各位講 有機會你去看 甚至最近 最近 你是可以看得到金星 天上最亮的那一顆 在傍晚的時候 有沒有人有注意到 最近傍晚的時候 天上有一顆很亮的星星 而且那個星星 叫做金星 但是它還沒到大距 也就是說 其實它沒有 它不一定要到達最 距離最大的時候 我們才看得到它 只要有一點距離 然後太陽又下山了 我們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只是它今天距離越大 天色一暗 我們看到它越高 然後會再慢慢降下去 OK 好 所以來看一下 3月24號 水星的西大聚 所以西大聚代表是 東方天空 清晨 太陽出來前的東方天空 你看得到它 然後等到太陽 一剛下山 太陽剛從東方地平升起之前 水星的高度 距離地球 距離那個地平面 有27.8度 27.8度多高啊 你可以用握著一個拳頭 伸直 伸直 然後你眼睛看那個拳頭 拳頭所能夠遮住的天空的範圍 就是10度 所以你看喔 我從這樣子 我這樣對過去 眼睛視線對過去 這個底下對準我的 眼睛這樣對準我這邊 底下 這樣子算是 從0度開始 一個拳頭佔的是90度 一個拳頭佔的是10度 20度 30 40 50 60 70 80 90 正好是90度 這樣理解吧 OK 不管 那你手一定要伸直 你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 一個 這樣就站 一下就 一下就90度佔滿了 了解嗎 一定要伸直 好 那很多人都會想說 那小朋友的拳頭比較小啊 拳頭小 他的手 手臂長度也短啊 一樣 量起來 一樣是9個拳頭 可以到達90度 這樣理解意思吧 所以呢 今天水星西大距離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明天清晨 如果天氣夠好 太陽還沒升上來前 太陽在破曉之前 天上 那個什麼 東方天空 稍微亮一點點的那顆星 你把它弄拳頭去量 大概兩個拳頭 就稍微把它蓋滿了 可以嗎 那這邊有一個 視亮度 就是我們講他的星星有多亮 眼睛看到的亮度 0.2等 0.2等算是亮還是不亮啊 跟各位講 數字 怎麼有負的 數字越小 星星越亮 好 那通常 通常 我們在台北市 這種有光害的地方 如果天氣好 但是有光害 我們頂多看到2 星等 適量度 2等 就算偷笑了 2等 像 我們通常在認方位 通常認方位要找到誰 可以認識方位 來問一下 有沒有要回答 好來 北極星 答對了 你看 這麼簡單 北極星就得到了 總成績2分 OK 找到北極星 我們就可以找到 北方在哪裡了 那找到北方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北極星在天上 不是最亮的星星 它 只有2等 我剛才講說 在台北市 你能夠看到它 已經算偷笑了 所以 北極星沒有很亮 我們下次上課會教各位 怎麼去找北極星 甚至北極星 它真正的名字不叫北極星 而且北極星會換人做的 孔子時代的北極星 埃及時代的北極星 跟現在的北極星是不一樣的 會再跟各位講 OK 好 所以來 水星希臘巨 隔天就是金星洞大巨了 那但是 我就說 現在的金星 它距離 距離地平線 就是太陽 剛落 東大巨勢 傍晚 的西方天空 看得到它 太陽一落下之後 天色暗下來 它就亮起來 就看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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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